大家好 前几天我去个趟武汉 其实三年前我就去过一次 当时武汉的美食惊艳到了我 让我眼前一亮 可是很倒霉 这次去的第一天就倾盆大雨 虽然窗外大雨纷飞 可是我内心似乎 因为网友推荐了好多好多的美食给我 我又可以在武汉大开吃戒了 哈哈哈哈 孤地重游 胖了不少 体重飙到近期高峰 武汉真是害人不前 这次就不需要客戴表 我自己来 大家来看看我这次的武汉美食Vlog吧 武汉 地处长江中游 江河纵横 有九省通渠之称 这里融合了各地美食 而炎炎夏日 江风徐徐 宵夜点上一盘小龙虾 是辛劳一天最好的味劍 空虾哈密 我好问你 要到哪里去 亮亮真虾是推荐的第一家 上次来才第一次听说真虾和虾球 真虾入制新鲜 谭能饱满 搭配灵魂蘸水 酸辣爽口 吃完一只 想两只 这条料真是灵魂 酸酸辣辣的 可是呢 它又不会去抢夺这个虾肉本身的那个质感 麻辣虾球 居然连壳也可以一起叫 又香又麻 吃完嘴皮打颤 就有一个字 爽 可惜 蒜蓉虾的品质不稳定 吃到好几坨不新鲜的肉 凉面也值得一时 微辣清爽不腻人 武汉还有一道名菜 油焖大虾 上次在巴黎龙虾吃 呃 没什么印象了 于是这次换成肥肥虾妆 我决定再给油焖大虾一次机会 可不是特别入味 嗯 果然还是不行 吃什么的 嗯 入味的好吃 吃到下面我才发现 原来一切都是误会 这个入味的很好吃 总是那个油特别的香 我刚刚真的是吃法错误 我不应该一来就吃上面的 我应该从下面开始吃 油焖大虾第一次就是 虾要焖到那个油里面 全味虾球也不错 跟麻辣虾球口味不同 像加辣版的公保鸡丁 微辣中带一丝甜 肥肥虾妆 可以可以可以 来武汉 一定不能错过蟹饺热干面 这家省计 自称是蟹饺面首创 热干面上铺满了香辣蟹和酱汁 轻轻一搅拌 空气中都是幸福的味道 甜蜜蜜 面太好吃了 香辣但不重口 我觉得螃蟹是面的点缀 面真的好好吃 螃蟹就随便吃吃吧 可有点难咬 老板又不给茄子 真爱牙齿还是算了 除了蟹饺饺面 这次还有新发现 夏氏砂锅的香辣蟹烩面 这家店在雪松路 刚刚提到的所有馆子都在雪松路 香辣蟹烩面 既然是烩面 就有浓郁的汁水 香辣酱非常入味 好辣啊 螃蟹也好吃 软软的 and juicy 还点了夏氏一锅鲜 大杂会啥都有 一般好吃吧 热心网友还给我提名了这些 来不及吃 有缘再会啦 不吃热干面白来大武汉 热干面可以说是 武汉过早的精髓 热干面哪家强 请看本台记者发来的采访 热干面怎么好像没有 什么特别有名的呀 有 有啊 哪里 其实 每个小区附近 都有一两家做的蛮好吃的 做的不好吃的 马上就会倒闭 我赶紧搜楼下三年前 吃过的庞浸热干面 还好还好 没倒闭 那就这里了 除了环境略差 热干面和淡酒的味道 真是不错 口水都流传了 嗯 甘香甘香的 吃一碗面喝一口淡酒 就特别爽 第二个要推荐的 是味美香豆皮 之前吃过豆皮 不太喜欢 但这次完全被征服了 味美香的三鲜豆皮 超级超级好吃 不要被名字骗了 豆皮上面还会摊鸡蛋 铺糯米饭 再撒上鲜肉 香菇和笋丁 最后切开装盘 来听听起锅前这一勺热油的 愉悦的声音 这个人 刚录音忘了开话筒 打一说半天 三鲜这个还不错 相信你已经感受到 三鲜豆皮就是鲜 排队也很值得 唯一的缺点 就餐环境是名副其实的苍蝇馆子 盐老妖的豆皮其实也不错 但是跟味美香一比 还是寻思了一些 料没有那么鲜香 盐老妖的重油烧麦很有名 皮薄香不多 但胡椒味巨重 不符合我个人口味 而且排队很久 所以我还是更喜欢味美香 我总结的经验是 只要队伍排队超过五米 就不好吃 结果我很快忘记了总结的经验 去排了一个二十名的长队 嘉阳赵师傅油饼包烧麦 油饼包烧麦 顾名思义 这是油饼 包 烧麦 我给那个油饼包烧麦 吃了一个名字 碳水炸蛋 谁吃胖两斤 哇哇 炒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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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舒顶太风 那么番茄真的好吃 番茄的 听说天生街的鲜鱼糊粉好吃 立刻赶了过去 果然很好吃 大家想象一下 你肚子饿不饿 我煮里面给你吃 武汉的网红店 金盐牛肉粉大王 之前吃过 没啥印象就跳过了 直奔网友呼声最高的金粉世家 一看门口蹲着吃面的盛况 我就知道 有了 先点一碗牛肉拌面 牛肉份量很足 香味浓郁 好吃哦 这比热干面辣不 后来发现当地人都在面上加小料 我吃了一半赶紧补上 绝了 加那个小料以后就太好吃了 完全是不同的风味 又点了一碗牛肉拌粉 我觉得也还可以 但是隔壁住的武汉人评价道 反分不得行 反面还可以 面窝外脆里嫩 也很香 对了 隔壁还有一家金粉世家 据说挖了这家的员工 两家还打过官司 一边吃面一边吃瓜 精彩 二等奖颁给老地方特色牛肉面馆 这家的牛肉牛杂粉 好吃 料多 牛肉大块厚实 预先卤过 很入味 好香哦 牛杂也不行 汤头鲜美 不辣 所以可以直接喝原汤 好鲜啊 要抓抓 三等奖是顶好牛肉面馆 他们家应该是 根正苗红的老字号了 头自来汉的外地人 吃了一碗还要一碗 我看我会不会吃一碗还要一碗 牛肉汤面 很像四川的牛肉面 红油多 但更辣一些 我觉得还可以 真的还可以 牛肉大片 提前卤过 还不错 附近有一家 刘继三狗牛肉面馆 他们家的牛肉炒面 有点干炒牛盒的意思 料足 丹酱油味很重 因为老板就在我不远处 我不敢造次 其实个人觉得 反正没有看起来那么好吃 但是 离开武汉时 我哭了 因为临走前 我才吃到生烫 早知道生烫这么好吃 我连热干面都不会碰 我只吃到了 兰陵路的王纪生烫 生烫就是把生肉 现场烫熟了吃 我还点了一碗 卤的牛花精粉 鲜卤再烫 两个汤头都一样 超级香 浓郁醇厚 可以喝一口的那种 早干嘛去啊 早一点早一点来吃 牛肉很嫩 很Q 很入味 萝卜软烂 超好吃 我颁给王纪生烫 最佳美食奖 好绝啊 好好吃 我都不行了 超酷 还有网友推荐了 罗氏的生烫 552生烫 美猴王生烫 我都没时间吃了 推荐给你们 小明大排档被提名的次数也非常多 他们家的鸡爪神了 软烂无敌 根本不用牙齿 放到嘴里一抿就烂 花甲很吉艳 鲜香入味 毛豆也可点 酸中带一点辣椒的嗆香 燕子老中原烧烤豆烫烫饭 好吃 很家常 但还要浓郁一些 招牌蜗牛汤汁鲜美 蜗牛Q弹 烤茄子随便点的 结果很好吃 一远路怪味烧饼 在辣酱上还撒了层白糖 又辣又甜 如果路过不排队的话可以试试 两道街的铁板鱿鱼 也还不错 路过附近的话可以尝一下 答疑时间 穿白衣服吃东西 不怕红油吗 常在河边走 哪能不失邪 弄脏了用修正液涂一下就好了 为什么你的口红从来不掉色 无他 为首熟二 别拍烦死啊 在武汉 住哪里比较好呢 反正不要住长江边上会发光的酒店就好 一回房间就亮瞎了 单纯来吃东西的话 建议住汉口 不然每顿饭都要路过万里长江第一隧道 转发有礼 转发这支视频 我抽三位送武汉知名小龙虾一份 花絮 我拥有机会 有秘密 我操了是追着我 我为了追着我 我为了追着我 免责声明 在大众点评上面有一个时刻说新店不如老店但也还行 老板在下面回复我们总习惯用自己的感受去判断对方的感受 结果就是你觉得我好 我就是好 我不好那边是我不好 可子飞鱼安之鱼之了 菜的评价都是我个人口味 认同的请点赞 不认同的请转发骂我 造福社会 视频里的所有美食 我都把店铺地址和评分 整理成懒人包清单 发到微信公众号三坨土拉 去后台回复武汉就能收到 在线纵旗 谢谢这些热心网友 在出行前给我推荐的武汉美食